公用事业局已经向位于淡宾尼五道与淡宾尼中二路交界处发生水管爆裂事故的建筑工地发出停工通知直到获得当局批准 公用事业局发文告指 除了对破裂水管进行修复以外 事发工地的其他事工都需要立刻终止直到另行通知 调查显示 涉事的建筑承包公司并没有在施工前提交相关文件 因此触犯了公用事业条例 有关公司需要尽快向当局承交施工测量报告 并交代施工计划细节 评估事件对水工系统造成的影响 以及列明后续的保护和修复措施 位于淡宾尼的工地 星期五早上发生水管爆裂事故 导致附近的时隔和巴士转换站水工受影响 修复工作持续超过14个小时